一抹划不开的古运遗风在靶道上 街乡仍然扑面而来 万古流奔芳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如是说 菩提心为道的法教 伟大的上师莲花生 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之一 经过许多大乘经典的心性修学之后 他爱一切众生 犹如母亲爱其独子般 他的一切行为 皆是为了他人的福祉 是带领一切众生 抵达涅槃的舵手 他不需请求 就传法于有需要之人 据大悲心的莲师 是众菩萨之王 生起菩提心的要义 是渴求证得无上的正确 并持守菩提心界 让一切众生 从轮回中解脱 愿菩提是希望能成就众生的福祉 但仅是如此并不足够 重要的是能实际修持利益一切众生 要修学菩提心之人 必须具备一些特质 他必须向往大乘的法教 而非身闻或圆觉 具有大志 而去除一切质疑 应该归依某位上师 与归依三宝 并对妙悟或低劣的法教 感到疲乏 应天生平静与温和 修学菩提心 且升起菩提心的利益如下 已胜过声闻与言诀 你被视为是大乘的行者 你的烦恼 恶业染物之根源皆已灭除 身与义的一切善业 成为巨义之因 并能圆满广大福德的资良 恒时受到诸佛 菩萨与大护法神的垂顾 一切众生将爱你如独子 且你的容貌较好 百看不厌 你将永不离师大乘法教 你将快速成就佛博的殊胜功德 并证得真实的圆满证绝 其功德不可思议 因此要持续为之 也许求自身的解脱就够了 为何要解脱轮回中的一切众生 因为所有众生都成是你的父母 你欠他们的恩德难以思量 因此需修学菩提心 来回报他们的恩情 修持菩提心 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成佛 是为了成就利他 因此只为了他人的福祉而努力 是必要的 但为了他人而修行 你能免于自私自利 且自己的利益会自动地达成 若你不能抱持无缘大悲来修持的话 你所从事的一切善根都将白费 有所念的善根不能倍增 所以会穷尽 若是蕴含了离念回向的善形 其善根是无尽的 且是无上正觉的主因 何谓离念 这一直没有对我的感知 没有对他人的感知 亦无对善根的感知 将你的概念 全盘底消融于空性之中 修行的圣神要点 一切言尽于安住在本然境中 自由自在 毫无照作 这就是心的本性 舍弃此生任何你最执着的事物 与任何牵绊最强之人 就是修行 如此一来 纵使你仍是凡夫之躯 你的心就等同于诸佛 永远保持清静心 直到我们看清事物本然的样子 并因而不会招惹到有害的事物 如果你受了许多戒律 没有持守的话 就会毁了自己 此外 还有五世必须执守 生气或动手打人的对峙法 是你应该永远平静与温和 并试着帮助众生 欺骗值得尊敬之人的对峙法 是你必须要有良知 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永不撒谎 让他人觉得后悔的对峙法 是让一切众生行善而证得诸佛的证据 因称心而批证他人的对峙法 是因赞叹所有的大乘行者 并视他们为师 欺骗众生的对峙法 欺骗众生的对峙法 是你必须以自心为证 并以纯净的发心 跟随善之事 持守这些行为 你将成为 世尊法教的持有者 即便身为凡夫 有两种世界必须持守 愿菩提心界 行菩提心界 愿菩提心的世界 是你必须一再修学 永不舍弃众生 愿菩提心会毁损 假如存心拒绝其他众生后 你又生气或动手打其他人 超过一天以上 没有采取对峙法 存心欺骗你的上师 老师 金刚法友 或任何值得尊敬者 在欺骗后超过一天以上 没有采取对峙法 你让某人后悔所行的广大功德 那应该要喜悦 而非觉得后悔 在存心让他觉得后悔之后 你又说 还有比这更了不起的 这不算什么 就破解了 基于称心 你批评一位已升起菩提心的菩萨 毫无悲心地欺骗其他众生 这些行为如果超过一天以上 没有采取对峙法 就被称为五邪行 必须舍弃 因为他们会让你丧失怨菩提心界 行菩提心的世界 这些可分为三点来说 应舍弃的十恶 作为对峙的十善 应采行的十度 善行的分类和十恶完全相反 救生 慷慨好施 生活纯正 诚实无畏 调和纠纷 谨慎有语 言之有误 爱一切众生 出离 对业果和了意没有怀疑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一切 都只是如此而已 我们将会找到真正的道 舍弃对爱恨的支取 持续心绪中的善念 以下是十种善缘 帮助你维持心绪中的善念 对正法有信心 保持自爱与良知 借除赌博和争吵 避免参观事迹 始终行为诚恳 秉除怠惰 不与损友为伍 深与异的调柔 培养四四柱 将你的心专注在圣者之道上 四种根本功德 当修持佛法时 你必须具有四种根本功德 具有大悲心的人 会拥有决心 远离虚伪的人 能够持守戒律 不自欺的人 有清净的三昧夜 远离贪爱的人 会有羞耻心 何非皮毛的友谊 五种多余的事 当修持佛法时 有五件事是多余的 你对轮回没有出离心时 生起虔诚心是多余的 当你没有远离 对物质的攀缘时 思维空性是多余的 当你没有远离 渴望时 修禅定是多余的 当你没有远离 贪与称时 讲述口诀是多余的 若不能配合全辩之意 却给予冠冕堂皇的教室 是多余的 不修学菩提心的过患如下 既落入声闻 远决称 你就难以赠得 圆满正决 你所做的一切 皆成泡异 往昔所累积的一切福德 将被耗尽 恒实被鬼怪所阻扰 别人会讨厌或不喜欢你 你的愿望都不成功等等 因此有无穷的坏处 如何调伏自心 当修持佛法时 你必须先调伏自心 你必须用慈悲的水 灭掉称恨的烈火 你必须用强效的桥梁 来度过贪欲之河 你必须在鱼翅的阴暗中 点亮明智的火炬 你必须用精进的岛杵 敲碎傲慢的高山 你必须穿戴安忍的暖衣 来克服嫉妒的暴风 这五毒就是你修行的头号大敌 若你肆无忌惮地献立在其中 五毒将会在轮回三界中把你毁掉 不要任由其肆意忘形 这会酿成大患 若你想要在修行上毫无障碍 就要将世俗的烦恼抛逐脑后 持续修持菩提心 这会酿成大患 东友城 今天8个月 我们下来跟谐火炬 做天马 崎陽 在 revel剑 今天的寒遥 天马 在某火炬 南海 天马 在某火炬 油 雞 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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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极其随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